大家好 在今天東北風的影響 北部的天氣濕濕又冷冷 再加上這華南雲帶的冬移 這降雨的狀況 局部地區有 今天在中南部的朋友 也感覺到天空當中 雲層量明顯的增多 高溫的部分都略為下降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 今天的幾個觀測資料了 第一個先來注意什麼 先注意低溫 因為這個溫度在今天傍晚的時候 溫度狀況來說降得更低了 那就是淡水了 淡水的溫度 在現在這個時候在15.4度 溫度形態來說 在淡水的溫度偏低 因為現在這個時候的 北方的冷高壓 正要逐漸地進入東海的位置 所以在我們整個北台灣的 上空的冷空氣的強度 就在現在的這個時候 是達到最強的 因為高壓出海之後 風向就要由北風 逐漸地轉為偏東風進來了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的戶外 在北部偏冷 穿著方面要特別地注意了 但雨量的部分 就可以從這張雨量圖上 明顯地看到到 整個降雨的狀況 最主要的雨就是在這中部以北的部分有 雨量的部分並不多 像在這個區塊來說 就差不多只有10毫米左右 到了台北東邊這邊 就是在5毫米 中部地區這邊只有3毫米不到 南部這邊在嘉義 台南 高雄 這個平地的部分都沒有下雨 只有在山區的部分有 另外東台灣地區有 還有一個在哪裡有 恆春半島這邊有下雨 所以整個雨的部分來說 最主要就是迎風面帶進來的 降雨狀況 再加上華南水氣 逐漸地東移的影響而造成的雨勢 雨的部分並不大 但綿綿細雨之下 雨區行車要特別注意 今天晚上還是有些地方有下雨 看到中午的最高溫了 最高溫的部分在高雄是27.2度 已經比昨天的29度要下降了 有2度左右了 我們整體的天氣形態來說 雨的部分在禮拜三要停下來了 氣溫的狀況會慢慢地開始上升 因為就在今晚 現在這個時候 溫度是偏低的 不過到了明天白天 冷空氣的強度 就隨著高壓的冬移 而開始要減弱了 接著要注意 禮拜五開始 中午要熱了 開始有午後爭雨了 因為到了星期五 星期六 你可以注意到 高溫從31度逐漸地往上爬 甚至到了下週二 週三 可以達到了33度的高溫 所以涼的感覺就在今晚 仍然感覺明顯 再來這樣涼的感覺 就已經不會出現了 要等到今年的下半年度 才有機會了 我們先來看看 現在這個時候的雷達了 雷達上面呈現出來的 是水氣移動的方向 我們可以注意到 在目前的話 在苗栗 新竹跟桃園這邊 有一些水氣帶 正在逐漸地東移 還有包含了台中 彰化 外海 有些雲層進入 所以現在的這個時候 在整個中部以北 都有一些零星的 毛毛雨的狀況出現 我們雷達上面也可以看到 目前在海面上 澎湖的西北方海面 也有一些雲層在通過 所以當這些雲帶進入的時候 在今天晚上 仍然會有一些局部性的 降雨的狀況 這個水氣就是 華南水氣影響而造成的 我們從這一張 色調強化的動態雲圖當中 來看雲層的發展 可以注意到 在昨天大家還記得 我旗下裡面就有跟大家說 這個雲層要進入 所以當今天早上進入的時候 就有局部性的 真雨的狀況出現 這個水氣帶在 今天晚上通過的時候 仍然有局部性的降雨 不過到了明天的時候 水氣的發展量減少了 你看北方這邊 有這個比較明顯的對流雲 剛好是從東海這邊通過 所以我們台灣上空 都是比較屬於一個 反應是比較 水氣波段來說 並不是反應很強的水氣波段 所以都只有一些零星的 毛毛雨的狀況 或小雨的狀況出現 但這個雲層在通過的時候 山區的部分 都容易會有一些濃霧的現象 要提醒大家 在山區活動的朋友 要特別的注意了 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雲層的發展 正在逐漸的東移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會影響到我們台灣上空 但到了明天的白天 我們注意到北方的高壓了 高壓系統 現在這個時候 已經逐漸的 要往浙江的方向移動 預估就在明天天亮之前 它進入到達東海之後 我們的風向 就已經開始漸漸的 變為偏東風進來 所以冷的感覺 今天晚上在午夜之前 會比較冷 到了午夜之後 高壓只要一進入東海之後 我們的風向 就開始要變為偏東風進來 冷空氣的強度就要減弱了 所以說到冷空氣 我們就來看看 現在這個時候的 溫度場的狀況 可以看到整個天氣形態來說 我們現在來看風力 風力的部分 在海邊的陣風來說 現在目前都在四級的陣風 風的感受上來說 是沒有並沒有明顯的 一個比較偏強的狀況 溫度的狀況來說 可以注意到 在目前的話 可以看到 玉山的溫度在4.3 到了淡水的溫度 現在目前的話 是在 洪嘉雨在15.8 淡水現在在16度的氣溫 溫度的形態來說 其實在這7點到8點 這段時間來說 你可以注意到冷空氣的 強度的部分來說 仍然是一個比較偏於明顯的狀況 從地面圖上 我們來看到下一個時間點的地面圖 禮拜五 我剛剛有提到說 風場開始變為南風上來 溫度高 所以週五的時候 北部地區的溫度可以到30度 南部地區的溫度 就已經到達32度了 但是再來就可以看到 下個禮拜二 甚至到下週四之前 風場吹著偏南風上來 南部地區就已經到33度 北部就到達32度 這是下週二的地面圖 所以可以看到 冷空氣的強度 當它逐漸地減弱之後 溫度上升的幅度就越來越明顯 接著我們就看到 衛星雲路上 今晚水氣進入還有江雨 就來看看各地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低 提醒你穿著方面要保暖 明天白天的高溫部分 可以比今天上升1度左右 雨的部分減少了 中部地區山區有霧 平地部分陽光會露臉 南部地區中午暖高溫 仍然接近30度 東半部地區雲層亮多 東北角有點短暫雨 外島地區夜晚溫度 仍然比較偏低一些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看到 雨的部分減少 禮拜五又開始是午後震雨了 高溫可就邁向30度以上高溫 外島地區的話 倒是在馬祖在 今明雅天比較偏涼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所以主要早晚冷 騎車要保暖 山區有霧 行車方面要小心